你会失望你的妈妈吗 没有 没有 欢迎各位帅哥妹们来到今天的这一期突发情况这个视频 这什么奇怪的名字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内容 那我们在这一期视频开始之前 点赞是突然年的那个小伙伴们 这个身体健康老祝福了 这个身体健康必发财必找来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这个还没想好名字的这个叫什么 突发情况视频就到此 就到此结束 就马上开始好吧 这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姐 这干什么 这么会抢劲的吗 兄弟们把可爱打在公屏上 兄弟们把敬业打在公屏上 这个主持人真的有够敬业的 都摔得飞出屏幕了 还在继续解说 工资吗 这绝对扣不了了 这怎么舍得扣 这么敬业 这 这是在干什么 怎么 怎么我想到不好的东西 这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他会 彼此起伏啊 这什么情况 摄像机吧 应该是摄像机吧 又来了 抢劲 哇这也太会抢劲了吧 这是在用生命抢劲啊 兄弟们 哎呦 我突然发现外国人 为什么会这么少 你会避免你的妈妈吗 没有 没有 别哭 别哭 你什么意思 你会避免你的妈妈吗 没有 没有 有些人他笑着笑着就哭了 这个小孩好可爱啊 这个小孩好可爱啊 社会心死亡了呀 兄弟 已经上电视了呀 哇 幸好你戴的那个帽都没有把脸露出来 不然真的有够尴尬的呢 要摔跤 摔跤 我说嘛 我就知道 这来来回回也就是摔跤 摔跤 抢劲 我都已经猜得出来了 这背景不忽然的声音 这个起哄的声音也是够恶心人的啊 哦 那个男生他当时的心中肯定是非常的无味杂处的 这一个女孩子还有一点小可 话说铁护警 这是什么 什么差片 我 我真的有多疼啊 哇兄弟很疼啊 这么远地飞过来 我感觉主持人可能要出大问题 这不得闹震盾吗 这太太人了 好吧看不清楚就算了好吧 这个摔倒挺可怜的 我都语无能吃了 想好明智这个的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点赞三点